好来看到花年的瑞税文旦又历年来 外销国家不外乎是美加日本港澳 以及今年重新开启的大陆市场 那么瑞税香农会结合了台农发中心 今年也成功开拓外销的新据点 也就是距离台湾大约3000里的 我国友邦马少尔群岛 大约1000箱的文旦又 在今天搭乘了20区的货柜出行 那么总干事黄胜黄表示 数量不多却是敲门砖 打开了非华人地区的市场大门 经过农会严选的文旦又装在外头 标示台湾文旦四个大致的包装箱 整齐堆叠到20尺的货柜里 今天正式出行 外销到距离台湾3000里外的马少尔群岛 又是江农会主管 台农发中心与外商开心挥手祝福 不单单是花莲瑞穗文旦用 又多了一个外销新据点 农会总干事黄胜黄指出 更是试金石 期盼也能进一步敲开 非华人地区的国际市场大门 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 航线的部分的话是我们的马少尔 因为马少尔对我们的文旦用 是比较不熟悉 那所以我们透过台农发的部分 拓展了这个新的外销的点 那也希望说国外的这些朋友们 也可以品尝到我们瑞穗香好吃的文旦用 花莲瑞穗文旦用历年来 外销国家除了是今年重新开启的大陆市场 包括美加日本港澳等 几乎都是以有华人在的地区为主 这一次瑞穗香农会在台农发中心 与外商合作下 成功外销非华人地区的友邦国马少尔 开拓了外销新兴据点 那我们马少尔它是不是华人的一个社会 所以比较没有过中秋的这种习惯 那我们也想办法在中秋节之前 送到我们的马少尔 让我们的马少尔的这个朋友 可以感受到我们整个中秋节的一个 过节的一个气氛 那我们今年先是出了一个 20尺的一个货柜 那我们希望马少尔的朋友们能够喜欢 一千箱装满20尺货柜的文旦 文旦又外销首行 预计赶在中秋节前夕 在马少尔群岛上架开卖 不仅是要让马少尔群岛共和国的人民 认识中秋节庆文化 中安是黄胜黄 更要让有邦国人们品尝享受花莲文旦又的风味 以文旦又巩固邦交国的情谊 记者是玉兰瑞色采访报道 咱们视频室 看来